来看到台日新闻的独家报道 圆明男子跟他的朋友去吃饭 把机车就停在台北市林森北路的转早 不过吃完饭回来 发现他的车子竟然被嫌苏鸡摊贩的老板给移走 而且还是移到红线区去 他记得跑去质问 双方也爆发口角 警方之后赶到现场来处理 把摊贩给劝离 但没有想到警方前脚一走 摊贩又再折返回来 继续做生意 你没有对不起我 你把我车移走干嘛 那你移走干嘛 就自私啊讲一堆 一句话点燃怒火 男子和朋友吃饭 把机车停在台北市林森北路移出转角 没想到摊贩夫妻为了做生意 把车移走还移到红线 那我车子移到红线啊 机车移到红线被罚算谁的 我被开单算谁的 算你的咧 警察没有算你的 男子气的打电话检局老板违规摆摊 我现在看到是你违规啊 你违规摆摊啊 你有违规你被拍到 我问你现在拍摆黑色吗 原来男子以为停车位置没有划设标线可以停车 不过仔细一看标线只是掉漆 隐隐约约看得到红线 最后老板和老板娘在警方劝力下 摸摸鼻子移走摊位 但远警前脚刚走 两人后脚又来摆摊 警察来三次一走马上就出来摆 男子看得傻眼 夫妻两人不死心 每次都趁警方离开 偷偷出来摆摊 我实在是蛮气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在那边 公权力是已经让人无存了 因为违规两三天后来我都有去 警方只能加强取缔 夫妻做生意频频采现还一车 就算是为了逃生活 也别做违规的事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